所以在打光的時候 我們可以使用的其實就是和環境色相對比的顏色 比如說環境色是一個均勻的冷光 那我們就可以使用一個偏暖的暖光 來做一個對比 比如說一個這種粉紫粉紫 當然因為現在我們的風格是Cyberpunk 所以選這個方式 其實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在打光的時候 我們注意的要素到底是什麼 就是因為現在光線的自由度變得非常大 其實我們就會很不容易 一不小心就會讓光線變得過於複雜 然後破壞掉構圖 其實我們要注意的東西還是一樣 就是我們要注重層次感 要試著推出一個非常舒服的前中後緊 的一個節奏關係 就是這樣的話 光線就會還是一個好的光線 就比舉例來說我現在先把Power 設定成大一點 一千 然後把它移到後面去 移到這裡 可能還可以再更大 兩倍的話兩千 或者設定成五千 就是大家會發現這裡被亮起來之後 前景就被襯托了出來 就是我可以做一個BREAKDOWN 在沒有光的時候 有光的時候 大家可以感覺到的一件事情就是 或者說我們就是要訓練我們的感官去感受到的一個東西 就是關於這個輪廓前景的線性POSE的結構 然後它就被強調出來 可以看到原本它是比較融合在一起 但是有了光之後 這個分割就變得明顯 所以這就是我們打光要注意的東西 其實就是要試著創造出這些層次感 就是大家可以想到這裡可能就是下面有一個某種 其實我們的光線並不僅僅是為了把東西照亮 而是為了創造出層次感 所以其實重點是能夠把後面的東西照亮 就是在那個東西的後面 就是在那個東西的後面 在這裡 再高一點 那邊的三倍 讓它RADIATE的範圍也大一點 調整看看不一樣的參數 這個時候其實我們就可以去看一看到這些效果 然後我們要做的事情其實就是不斷的去尋找一些這種可能性去不斷的增加層次感 然後讓這個程式感不斷的可以被推進 就是像這樣子在後面 把它後面的東西把它變亮 OK 或許還是用這個 或許多一點50 然後 範圍大一點 像這種感覺 然後 可能 強調一下光線的效果 可以先把 先進入WordProperty這裡 把我們的 天光的強度調低一點 先調低一點 我們試試看 喔 挺有意思的 啊 其實 這樣子 可以看 我們還可以嘗試 當然可以嘗試不一樣的顏色跟光線的效果 比如說 更暖一點 更 暖一點 之類的 更 飽和一點 或者是 它變成一個比較中性的顏色 當然 不同的色相 它 對於畫面的著色強度其實是很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 對於 呃 比如說黃色 它自然而然 就暖色它的飽和度 比較容易會給人感覺比較飽和 然後 再 再 可能這種鮮豔的 煙紅燈的感覺 是可以拿來做點綴 去強化一些別人人 但是 把它的強度不要那麼高 好 然後 像這樣 呃 作用範圍比較大的顏色 把它改回 只有30M 我想讓它 把這一面打亮看看效果怎麼樣 然後 再增加一個 把它放在 這個地方 好 同時 把它變得更加的強烈 哦 或許還可以再更強烈一點 呀 接著 我們或許可以把所有的這些招牌 原本 我們把它設定成 不要發光 但是現在或許可以把它的emission 把它turn on 讓我有一點 好 像這樣的感覺 emission strength 呀 可能這樣 有點太 鮮豔了 我們把它saturation降下來 當然 有這麼多的光線 對於 電腦的渲染是非常非常的吃重 所以這些步驟其實都可以分開來做 所以這些步驟其實都可以分開來做 或者也可以進到FotoShark裡面合成 也是可以的 不過我目前就只是 先看看 一個大致上的效果會怎麼樣 所以我現在做的每一個步驟都 Well 非常的time consuming 一下子在畫面中出現了很多的emission的東西 確實是變得比較吃重 我們先把它的strength 把它調回0 然後 然後 這個東西 先存個到 再duplicate 這也是比較麻煩的一個東西 就是說 我們要向後面 越來越後面的東西變得 非常的亮 然後來襯托前面的東西 所以可能它的radius就會變成這麼大 OK 1000 is too big 500 就是它會變成這麼大的一個光線 然後它的影響力也是會非常大 500萬千瓦 可能有一點太強力了 好 我們要往後面的 其實基本上就是要讓它變得非常的亮 其實基本上就是要讓它變得非常的亮 也就是要維持這個層次感 就是這個 越到遠景越是亮這件事情 現在要透過光線來做到 當然也可以在Photoshop中合成 哦 原來在這麼後面 就這裡 這裡的 可能就可以調的稍微暗一點 然後再更前面的 又可以再調的再更暗一點 這樣的話層次感就變得越來越豐富了 當然 這個東西也會讓確實是讓電腦變得非常的吃重 就是因為光線 它就是有非常重的東西 所以 可能這時候 渲染就會需要我們對場景做更多的優化 比如說 比如說 不要的面三節調 或減一些面數 或者是分層渲染 就是這也是一種方式 或者是當然大家可以發現到 我們了解這個規律之後 其實我們也不一定要用打光的方式 我們可以進到Photoshop裡面合成 就是渲染一個天光 然後用這個方式去把後面的圖層 後面的建築物把它變得越來越亮這樣子 而且找出很多攝影機 沒有 你看 一開始 感覺 對 有 空白雰 就是 對 從 超難看 Trading 設定 給 這裡感覺也想要再增加一個 喔,原來是在這裡吧 增加一下層次感 然後 呀,或許 大致上對層次的布局,對層次感的光線 其實基本上就是 這樣子 這個可能還可以再小一點 或許不用那麼小 然後接下來就是可以調,譬如說色彩 看看不同色彩的效果 會是怎麼樣的感覺 就是來加上一個 這種 霓虹感 加上一個霓虹感的燈光 看看能不能夠強化一下前景的層次 好話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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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意思的 一個打光過程 那 我接下來想做的事情是 增加一些 Cyberpunk的元素 來強化一些前景的豐富度 譬如說 像這樣的 癱酸確實蠻有意思 不過我想增加的只是一些 就是結構性的東西 所以我又回到了我們的KitBash 就是這個 這個結構我覺得非常的漂亮 然後我們可以在Select Invert 把它去反轉 又是反轉速式 大概就像這樣子的感覺 把它複製到這個場景中 這裡 我想刪的沒有很乾淨 哦 是因為它有parenting的關係 還是 是這個嗎 是這個 是這個 哦 對 把這個結構 加來前景 增加一下前景的豐富度 或者是 或者是 有 像這樣的感覺 這個 是 這個 這個 好像效果也變得特別好 好吧 那既然難得把這個東西給搬過來了 那就把它用在其他地方好了 植花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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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子 用在這個地方 增加一下這塊結構的 豐富度 這一塊 把它移過來 這一塊把它移過來 OK 當然這一塊也蠻適合當成一個招牌 可以用photo-bash貼上一個招牌 不過 photo-bash貼上一個招牌這個方式是比較容易 如果我在後面真的覺得是應該這樣做的話 它是比較容易做的 那我可以塗一除 用photo-show把它塗一塗 然後就 Well you know Just do it 但是如果我想要一些立體解露的話 其實用畫的是比較麻煩 對畫面的 觀夜景 一個在blender內部的光線設置 大致上的流程 其實應該差不多就這樣子吧 我來看看還有什麼可以做的事情 可能還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 我們的 玻璃的材質 給替換掉 就是把它替換成 帶有 光線的一些貼圖 就是大樓的那種光線 的素材 這次 或許我們放在下一個影片來講 最後一段時間 是